今天的ET个股推介是招行3968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简选原因是 内银板块今年盈利前景稳健 近日国有银行下调存款利率 有利内银正式差改善 可以留意中型内银股招行 股份具有追落后的概念 中金假设活期、两年期、三年期和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 分别下调5个至15个基点 股算银行负债成本能够截散大约1200亿人民币 并且能够提升银行正式差三个基点 分别对于营业收入和正利润提升1%和3% 其中活期存款占比较高的国有大行和招行更为利好 摩根大通预料 内银减存款息率对于消费影响未弱 大座有机会加速资金由银行存款流向金融产品 而招行可能可以透过财富业务间接受惠 招行今年以来股价累积跌了13.5% 主要同业期内股价升5%至26% 招行走势明显落后 昨天收在37.75元 可以涛37元级纳 目标先看五月份高位42元附近 跌穿近日低位35.3元就要减少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塔利云 至于 密码 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